本座 大家好 我叫赵燕燕 今年25岁 来自于黑龙江省加姆斯市 2011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传媒系媒体公关班 毕业以后有过两份工作经历 第一份是在大洋洋建立的冠军基金 做项目助理 第二份是在匹克体育用品公司 做活动专员 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找寻一份与市场拓展类相关 或者商务合作类的工作 谢谢 欢迎袁杨 邓老师好 袁杨是一个运动员 练什么项目 自行车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自行车的 我是从小学初一开始练的 初一啊 对 初一你们学校就有自行车啊 我是被抽送到省队 原来是练田径的 小学二年级开始练田径 练什么项目 白米兰 练了五年 因为拿了成绩了 当时也是不能练了 所以说开始上学 怎么叫不能练了 围骨衰骨折了 那什么时候上的大学呢 是2007年 是免试进入了北京体育大学 免试 上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呢 学的是运动训练专业 然后大二的是学了两年 经过考核 觉得转到了媒体公关专业 为什么想转专业 因为我想 我觉得我想做的是体育传播类的工作 我觉得我学的专业知识够了 我现在需要学如何把我所学的专业传播给他人 我可能首选爱乐活吧 这么直接 为什么首选爱乐活呢 因为我觉得和我做 就是体育传播类的那个方向比较相似 你把体育项目 体育活动的传播 也当作生活方式的一种延展 今天 严严不是一个人来的 是带着自己的同学 来给他加油打气来的 欢迎严严的同学 几位啊 专位 专位都是运动员吗 对 你也是运动员啊 对啊 你是什么运动 皮操 哦 难怪嘛 皮操 现在还在做运动吗 没有 现在退役了 在上大学 在体育大学 我不是 我在中央财经大学 哦 以前体操练什么项目 四项全能 哦 取得过什么 让我们崇拜的成绩 2006年世界锦标赛团体冠军 成员之一 哇 有花嘛 怎么表达我们的敬意啊 世界冠军 哇 第二位 您练的是 自行车项目 现在还在骑吗 在骑 现役运动员 哇 现在还在骑呢 对 主攻项目是 场地自行车 凯林赛 这个是柔柔转圈那种吗 对对 有拿过什么 2006年在悉尼 世界杯获得冠军 少刚这样请上座 我们下去 请上座 来 第三位 大家好 我也是自行车 场地自行车 短距离的 还在骑吗 还在骑 也是国家队 对 现役 现役 我最好成绩是 多次拿过世界杯冠军 压锦赛冠军 多次 太牛了 有什么东西 能让我表达一下 我的崇敬吗 就是你知道 我手足无措 今天我们来 主要就是为了燕燕 我们为了她 来到这里 我们是集体 给她力量 给她力量来的 好 这样 三位同学 一个人 说一个她的优点 不许重复 来 我想说 有她的地方就有阳光 有她的地方就有快乐 各位老板选她 绝对没错的 好 来 特别开朗 开朗 特别上进 特别爱学 上进爱学习 勤奋 好的 来 我觉得燕燕姐 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 想把我们的一些体育的东西传播给大家 还有一个很上进 也很开朗 上进 开朗 好的 谢谢三位来 找工作来这儿 好吧 什么时候毕业 明年毕业 那该来了 做好准备 随时来 退役了来 你也退役了来 好吧 带着金牌来 让我们上香 好 谢谢三位 热烈的掌声送给三位 现在老板们其实对有运动员背景的求职者 是格外的喜欢 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种坚韧 跟吃苦耐劳的精神 其实在职场当中 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言言上来提到爱乐和我心里面有点小激动 刚才三位这个亲友团一说我是大激动了 我就还是问问题吧 因为确实我想更客观一些 就你讲到你是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啊 国家奖学金 在学校期间凭什么让你获得了这些荣誉 首先我在我们原来的院系的时候 获得过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五千元的 然后呢 转到媒体公关班以后 然后我是全班第一 加上那个就是可能平时的工作 因为我们是有其他的活动加分的 我平时的工作很多 我是一个班干部 所以说这一方面综合起来 我就是国家奖学金 我看你在简历中写到 你在工作中最难忘的事情 是运动员职业规划培训 是你做还是你听 我听 你听的时候 这个培训哪个地方最打动你 让你这么认为它是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包括整个人生的规划 它有一个规划的过程 我在中间我学会了人生规划 包括我走到了这里 今天走到这里 都是那次培训起到了一些作用 你怎么给自己规划 简而言之 几年的规划 三年 三年 就说三年 三年肯定是在公司 然后做到一个管理层的 就是怎么说 部门管理的位置 五年以后可能肯定是要自己创业的 五年以后肯定是要自己创业的 对的 创什么 做那个体育培训这方面的 体育培训这方面 体育培训 但是姑娘要这么说的话 你最适合去的可就不是爱乐活了 你最适合去的是斯凯乐增花 对 而且我也正想说 就是我们从行业来讲 因为我们做的是户外运动嘛 再加上我们也 现在这种运动也正需要传播 是吧 像我们徒步啊 登山啊 包括露营啊 等等这些也是国家推广的 最近我正准备 刚好问你一个问题 准备把boss团 然后我们出去露营一次 但是这里头有人不想住帐篷 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 非常好的题目 他们说 要我们睡帐篷 我是一个对睡哪儿 要求很高的人 我就首先不同意啊 是这样的 我们住在帐篷里呢 我可以在帐篷上面开了一个口 我们晚上可以看到夜空的星星 然后看着夜空的星星听着歌 当时可以展现内心的特别宁静 我们所有的烦躁 所有的烦恼都会在此刻给忘掉 我提示你一下 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元素 是这么多boss 你要把boss用出来 你要把老板的那个概念 把这些人的东西 还有第二个提示 这个活动 曾花不是白给我们玩的 他要玩完以后 他要传播这件事 这是市场人员要想到的 是这样的 晚上可能我们有一个定位 定位的就是 比如说每个人发一下 叫斯凯勒的背心 然后是夜光的 在夜空中 然后那个我们走在那个 就是定位 就像一群一群的鬼火 这样更有团队凝聚力 就是让我们找下一朵鬼火 在哪里 这样 这个题目呢 比他来说 忽然 他把自己能想的都想到了 做出我们的第一选择 炎炎市区市流 选 小庄离开 点评一下杜老师 运动员 我觉得作为职场的这个选手的话 其实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质 是其他大多数平常人没有的 一个是那种坚忍的耐力 他们经受的这种训练 是任何 绝大多数职场比不了的 第二点呢 就是说 他的这种定力 是的 因为他们承受过那种极端的压力 好 天生我有才 因为你五年以后 选择要创业的是培训 体育只是他的产品 其实你要从事的是培训行业 那你设计的培训产品是什么 我设计的培训产品 其实是 把所有的项目综合到一块 然后呢 分分期的 然后给每个学员进行培训 在每个项目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那个教练跟踪 就是专业的 那你是以健身房的性质呢 还是培训班的性质呢 是跟企业合作的这种性质 企业合作 就是去企业乘晚 他的员工的身体健康的培训 对 因为企业现在很想给员工一些福利 增加员工之间的 员工的积极性 明白了 这是他未来的目标 来 尹峰 你自己喜欢户外运动吗 喜欢 其实 你如果未来选择创业 加上你刚刚年轻的商业头了 我觉得未来你能够做加盟的话 是非常好的 我个人很喜欢你 但是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斯凯乐 好 别推荐了 别推荐了 我给 我给 都不让我说话 我给严言一个建议 那个赛虎 赛虎 赛虎 我给他个建议 因为待会留灯灯 挺多的 超过十斩我估计 你说 这个你现在 脑子里面有个清晰的一个预设 假设在这个地方 其实不好 待会你可以 多听一听 不要 不要那么盲目的 就是迷信 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 因为因为 你现在的想法 有可能是错的 非常重要 你看这帮人 我十一打一 我就想问这个假设 就是这个假设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第一次 我在现场 有人说 就对爱乐活最感兴趣 我赵刚说 错过三个人了 对吧 我想问问他 这个假设怎么来的 为什么把爱乐活当作 你今天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选择 对 因为我觉得爱乐活 是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些旅行啊 包括那个游玩啊 还可以有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本身 也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 生活方式多了 斯凯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是 是自行车的 知道知道 我刚才你老板像猴子一样 不淡定 因为斯凯乐是做户外运动的 你是自行车运动员之前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爱乐活支持了一项自行车 727 对727 她是从2月12号 从中国出发 骑车去伦敦 现在已经骑到意大利了 马上就去法国 我随时 我在英语再跟着 对 如果这个项目 因为四个多月了 我们独家支持的 也是一番害怕 我再跟你说一个 我想问他这问题 因为要营销推广 就对这个活动 对于你的触发是怎么样的 你怎么了解到的 你如果想把他 这个活动的体育精神 热爱生活精神 推广更多的人 你会怎么做 燕燕 我们现在 去年我们竞争了一个项目 就是投标的一个项目 已经拿下来了 是我们给国家社会指导员 然后做所有的户外的服装 这个项目正在执行当中 这个标我们已经中了 而且产品已经全部森展出来了 几大箱的产品 正要发往这个国家体育种局 而且全部发给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然后我带着你一起做 然后让你去做 偏商务偏营销的活动 我会把国家体育种局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客户 都全部交给你来联系 然后包括营销策划 太好了 我带着你做 说得太好了 不说话了 说得太好了 都太好了 都太好了 盛老师 我一定考的最后一段 你不说话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是这样 看到一个好的求职者 大家都很兴奋 二轮选择 是去是留 选 我先走 不跟你们抢了 时间离开 小燃离开 我离开也是为了支持你去斯凯乐 好 隐峰离开 我也走了 好 海超离开 海超你离开之前多说一句你支持他去哪 斯凯乐 好了 可以走 好 二三四五六七 来 七家留下来了 说职位 百合网 职位就是我们的活动合作专员 就是我们会做很多的会员活动 然后这个合作专员就是把这些活动 跟一些品牌去嫁接 好的 合作 艾伦侯说 这个艳艳啊 其实我感觉你要的不是在推荐一个产品 你要的是把体育的精神和这种文化推荐给所有的人 这是你内心的这种诉求 包括你五年后创业理想去做培训 也是这样的一个诉求 那么我们这个工作呢 我们文化和体育板块 马上就要分拆成一个独立的内容板块了 我需要懂体育的人 懂文化的人去运营它 让更多像你这样的人进来 去把你的体育精神 把你对体育的热爱 把你对体育的理解 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职位叫做 就是内容和用户运营部的专员 来 斯凯勒来介绍一下职位 艳艳 我相信你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 把职位说清楚 好 没问题 那个艳艳我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斯凯勒 我们一起传播运动快乐的这种文化和梦想 然后我带着你一起创业 然后邀请你做我的助理 我给你的职务是市场拓展的专员 市场拓展专员 如果你选择斯凯勒的话 我没话说 但是如果你选择互联网的话 58同志无疑是你最好的选择 优胜教育 提供的是我们全国加盟中心的高级招商经理 你推荐的是 我推荐我也推荐斯凯勒 这个职位是2.0互动广告的客户执行专员 你应该能够学到非常专业的提供教知识 如果他不选择你 你从一个冷静的角度来讲 苏彩你会推荐 我推荐曾花 斯凯勒湖外 谢谢 既然你的出现让我想起了我们市场任务的一个重要任务 如果我们能够把健康和美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美丽 所以我觉得我提供的是一个市场职位 欢迎你来到聚美欧品 而且聚美欧品也是创业性的公司 到今天为止是全国最大的电商化妆品平台 所以加入我们的话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营销的话我来帮你 市场的话陈欧来帮你 市场专员 对 市场专员 如果他不选择你 你推荐的是 我也不推荐别人 我觉得你应该来我这 来吧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五盏灯关掉 陈老师 对不起 陈欧再见 谢谢陈老师 谢谢你 苏珊再见 谢谢你 金波再见 非常感谢你 我给你演微博 给我演 我觉得运动员体力就是好不换走 太自觉了 太自觉了 你知道吗 运动已经在你的血液里 你真的是自行车运动员出身 你这一圈柔柔的一点也不嫌累 有一些老板中间还 好了 现在有两家留了下来 分别是被很多人推荐过的斯凯乐 和没有人推荐 独立推荐自己的爱乐活 谈钱不伤感谢 他因为工作才一年的时间 这个本来的薪水呢 应该是就是如果说我们运营专 应该是在五千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还要破点力啊 这也不在乎就是我其他的这个同事 我觉得我可以给到他六千 这样的一个基本薪酬 那么运营部呢 也是有绩效奖金的 也是七比三的 七比三的结构 所以一个月下来呢 大概是 这个是在八千多 九千左右 对象 底薪六千 底薪六千 来 我跟赛虎有一项约定 是在下周四 然后呢 我去他们公司 他说他会带 我带着我的市场部的能力块去 是因为在他们的平台上 去推广斯凯乐 其实推广斯凯乐 主要是推广这种户外运动 然后呢 赛虎会给我们出一些方案和建议 其实在这个 斯凯乐也可以在他的平台上 做他所说的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在这个 都可以做 这个赛虎是吧 咱俩上次说好了 在这个时间上 谢谢您的支持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那个我呢 我的上一任助理 他呢 今年已经转为 我们公司的运营总监了 他的底薪是六千 然后你跟他是一样的 但是呢 每个月 因为你这边是偏商务 和偏那个销售这方面 我要带你去做 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你会有奖励 每个项目的奖励都会有 客观讲一下 就是艾乐火 他是百度旗下的 所以他的资源 资金都非常好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那个 曾花呢 他是从草根 从零做起来的工作 而且那个 其实我是觉得运动 那种坚论不拔的精神 其实在我身上 也有特别好的体现 对就是说 前几天刚在一中工作 如果你将来想创业 五年之后想创业 你跟着曾花 就能学到那种 最草根的那种 最强悍的一种 创业的一种经验 然后在艾乐火呢 你会得到一个 就是很好的资源的情况下 怎么创业 你现在这个状态呢 不需要从零开始创业了 真的是这样 刚好斯凯勒过了 从零创业的阶段 我们现在已经 供入了一个非常正规的 高速发展的这个过程 曾花 曾花 你建议我评价你 你知道吗 你的表现 太好了 好的史无前例 蔡虎说任何一句话 你都能把它 一脚踢回去 因为 是因为 昨天尹峰说了一句话 说的比我说的更好 他说只要你有一颗 真诚的 需要人的心 你就会有好的表现 难道我不真诚吗 难道我不真诚吗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斯凯勒 还是 爱乐活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可以再思考一下 不是 那个 我说一句 帮你下决心 那个 鸭头 有些平台和待遇 其实现实生活 让他自己想 让他自己想 这个判断很重要 谁都不要再说啊 谁都不要再给意见了 严严 你的选择是 爱乐活 我是 collections 最竣 我说 你 你的 tee 好 anch